据外交部网站、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 美军在明年将要进行移动卫星干扰站 这个站不是这个空间站的站 而是战争的站 也说明今后在轨道上干扰其他国家航天器 干扰其他国家航天系统 美国明年要下手 而且移动卫星干扰站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 美国可能会发射一系列的干扰卫星 而且通过半飞接近等方式靠近目标进行干扰 如果能够阻断对方的通讯 基本上可以让对方的卫星陷入了僵尸状态 因为卫星在地球轨道上工作 它和地面各种联络要靠数据链 它看到的东西要回传 指令要上传 轨道姿态包括在和工作都需要良好的畅通的天地联络 而如果美国把移动卫星干扰站 当成今后太空竞赛的核心和重点 那么说明美国想法变了 以前美国领先很多人 自己一超独大 在地球轨道上卫星最多 能力最强 现在美国认为自己可能无法对中俄进行绝对领先 卫星数量包括星座数量 太空能力正在快速下降 所以想的办法是让别人也不行 如果通过移动卫星干扰 就是让其他国家卫星失效 让其他卫星无法正常工作 用巨大的资本和成本建立起来的航天体系 它的功能会快速衰减 所以美国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我跑不过你 没问题 但是我可以往脚下扔钉子挖坑 所以这次所谓的移动卫星干扰战 大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目前在地球轨道上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 不像冷战那会 之前均用卫星那个表 美国一弄好几千颗 然后苏联一下就降很多 其他国家后十个加起来都不如美国多 所以美国当时通过伊拉克战争 包括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以及阿富汗战争 让自己的空天体系有了重大进步 所以海湾战争是号称第一次 现代化意义上的战斗行动 当时美国对天机通讯高度依赖 然后对GPS导航高度依赖 所以在当时如果没有天机 没有卫星系统 美国要想在中东 在全球各地赢得任何一场战争 可能性都很低 所以美国目前对于占领太空制高点很有感觉 所以如果其他国家也站到制高点上 美国认为优势将会丧失殆尽 所以如果能够把其他国家卫星系统的能力降到最低 通过干扰冻结对方轨道优势 冻结对方的航天系统能力 他认为自己虽然慢 虽然发展速度优势正在丧失 但也能领先 所以到了后期大概才干这种事 如果自己特别好 特别猛 特别高 他也不会有如此下策 所以美国目前太空竞赛有了新招数 像冷战期间就比谁多 比谁快 比谁深 比谁远 通过地球轨道竞赛 月球轨道竞赛 然后实现冷战期间太空竞赛优势 那么现在面对中俄快速发展 特别是中国航天发展步伐超出想象 无论在地球轨道空间站 包括我们的实用卫星数量都非常多 另外在月球上 我们还要见月球的北斗 要在月球上进行实验室 而且有可能会领先美国在月球上登陆 所以美国认为 如果无法阻止中国在地球轨道和地月轨道上的优势 通过干扰 干坏事 这样就可以让美国的优势形成相对优势 所以美国之前是绝对优势 谁都比不过 现在由于国力包括整个航天技术的全面落后 开始用这种办法来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 所以美国的想法很简单 比不过你 我就坑害你 阻止你 所以这都是下策 都是小人作为 如果你真有本事 那可以比一比向月球着陆 包括地月轨道 如果你真的领先 我们也服 关键是你不领先 还让人家也不能领先 自己跑不过 还让人家脚下有坑 有石头 有钉子 所以美国这种办法 跟正常的竞赛不太一样 也说明 美国在航天领域的绝对优势正在逐渐 被时间全部摩洗完毕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上